今天的重点大概就跟各位在重点回复一下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 重点就是 摆在那个串列 串列一个list 那这个list应该慢慢大概有个概念 其实就有点像那个Excel里面的那个一栏 A栏 B栏 C栏 D栏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将来有那个外部的档案 那比如说一般我们习惯是说外部有一个档案 那我要把它读到Python里面处理的话 相对的你要把外部档案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你必须要有个地方给它放嘛 那会放哪里呢 通常会放在变数里面 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读啦 当然读的话我们其实用那个 Python的读档其实非常方便 因为它一个F等于Open Open给它档案入境 逗点后面加上R模式它就读进来 顶多是后面逗点一个encoding等于什么 UTL8 如果它是从那个Google啦 或者是PHP啊 MySQL等等的 就是非微软阵营的产生的档案 就是UTL8 那那个部分你就要encoding要加 OK 那如果说你是微软的 比如说你是用什么 记事本或者是Excel 微软阵营做的 你后面encoding就不用 因为他们是同样的编码方式 那当然Mac就不一样 Mac刚好颠倒 Mac因为本身就UTL8 所以UTL8不用 但是如果你是用微软产生的档案 像昨天有同学用那个 合并档案那个范例 合并邮局档案那个 那一样就是后面加一个encoding等于Big 5 Big 5 这个部分大概了解 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把那个像Mind CAI 本来有12个月 我们把它改成外部读取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 画面切一下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另外的话呢 我们把它改成Member OK 那Member这个范例主要是做什么 第一个你要把它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有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里面总共50个会员 如果我希望读的时候只要前十个会员 第二个就是说里面有五个栏位 我只要里面的两个栏位 姓名跟手机好了 这一题要怎么做 OK 所以回去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也许不要一直就是只是盯着答案看 你就直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照着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可以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OK这个还蛮重要的 而且这一题主要是当各位学习的 第一个如果只要十个 就是你要懂得去取得创立 因为创立有时候从外部来的资料 你要某部分的资料 中间某部分的资料 比如说我只要十个人 OK那你要怎么取得你要的 所以这个说你就不能用for each 就是不能全部读 你就变成要for range range OK 所以关键就是range OK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要其中的两栏 那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后放到一个list2里面 然后split切割 然后切割完之后放在split2 然后再取得split2里面的第几个 中瓜糊里面 比如说第二栏就1嘛 然后最后一栏就是4 那我就可以把这两个 分别把它秀出来 所以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十个会员加两个栏位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未来蛮常会遇到的 因为你从外部读进来的东西 通常不会全部要 你只要某部分的资料 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处理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说 十个会员 留下十个会员加两个栏位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要另外有一个 那个外部读取学生成绩 跟计算总分最高分 那这一题当然最高 有一个 应该是多一个最高分的判断 那我们本来是写回圈 写一个回圈里面 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最高分的留下来 有没有 如果最高分的留下来 有没有 我第一种写法 不过那种写法的缺点就是你要写三行 有没有先比对 如果一幅 那个 比如说 Bmax 它如果大于那个你读进来这个这个成绩的话 那就把你读进来的这个成绩 如果比较大的话就留下来 放在Bmax里面 有没有 就是比完之后放进去比较 但是这种写法的话有个缺点 就是你要多一个逻辑 后来我又写另外一个方法 用Index去查 但是相对的好像第二种方法比较简洁 有没有 不需要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用Index 没有特别强调 其他的话还有利用 就是合并全省邮局资料 那当然我们也是一样 用各种方法 不过这有时候都是我自己先直觉想到 比如说第一个用DOS 因为我第一个 因为以前用DOS习惯了 所以我直觉 但是当然呢 你第一个想到的方法 通常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像程式有时候是需要不断的去咀嚼 就是说你可能写完了 你今天写完了 你要回去再看一下 再用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 这个解决的方法 或者是说你Google一下 找一下有没有人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多一个方法了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思考 所以为什么说 之前有同学说 他晚上睡觉都在想程式怎么写 也许可能就类似这样 就是要把程式写 第一个可能是要想怎么解 第二个解出来之后 还要想怎么解更好 OK 那更好的方法就是说 像我的习惯是 程式当然越精简越好 没事的话不用写那么多 如果不用逻辑判断 我就不要逻辑判断 这样程式就精简很多了 可能程式如果本来要写30行 如果都会写少了9行 这样三个衣服 衣服每个都3行 那9行看起来就清爽多了 OK 再来的话我们又交了一个OS OS的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有几个重要方法 包含就是System 这个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要做外部的命令呼叫 外部的 比如说你像DOS底下的CMain 你要下一些CMain的话 你可以用OS的System 或者是说像我们后面有一个叫什么 用记事本开启文字档 有没有 NordPay空一格 然后路径给他 你也可以用什么 OS.System 或者另外你也可以什么 用Excel开启 Excel档 你也可以用这个 OS.System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你之前写过的程式 去开启什么东西 也可以类似这样的做法 所以这个有点像外部呼叫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尤其是你要跟其他的工具做衔接的话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OS里面有一个OS.Pay 点Excel档 有没有 它那个方法刮符 你会检查什么 档案是否存在 像我们O如果又已经存在了 那你如果没有删掉 就直接Append 它会变成说它会一直膨胀 一直膨胀 所以我需要检查它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就先删掉吧 OK 所以这个两行程式一负 OS.Pay 点Excel档 就是那个路径跟档案 然后如果为True 它就会用OS里面有一个方法叫Remove Remove那个档案 就把那个档给删掉 这个昨天讲过的 应该有印象 只是说你要熟悉怎么用 最后的话 我们为了要改进什么 用DOS底下输出那个 DIR.TSD那个档案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OS.Walk OS.Walk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Return给你三个东西 所以你要三个东西都要 昨天有同学问说少一个 不行 为什么 那他又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不行啊 不能改吗 我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写的 因为它已经写好了 所以你需要知道就是你要怎么样 follow它的规则 OK 所以你就是要follow规则就对了 除非你以后自己写 那你自己以后你写类别 你可以自己去写 你可以是写你自己的类别 自己写出你自己的物件 你拿来用OK 但是问题这个是人家写好的 好 不过我记得他OS.Walk OS.Walk它的模组里面是Open的 所以如果你要改 你也可以去改 只是通常没有人 会花这个时间去改 OK 但如果你 你想去改 好你去改没关系 可是你要自己要有点功力 功力到那边再改吧 功力不到那边 你还是先不要乱改好了 OK 就是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 以外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到那个火候你要做那件事情的话 会很辛苦 所以就量力而为就好了 像学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你就量力而为嘛 如果你目前做不到没关系 你可以先打住 但是另外你可以 你可以去想说你也许将来哪一天你做得到 像有些 我最早我记得像写那个全文检索的那些功能 其实我刚开始 刚开始入门我也写不出来 不过呢 我就有个目标 我就说我想我一定不能放弃 所以我也蛮积极 我就把那个问题记在脑海里 那最后是大概隔了两年之后 大概隔了两年之后 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一个问题 可能隔了两年之后 才把它写出来 所以不是说叫你一定要现在 我相信有些同学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 没关系 你只要有心嘛 像这种东西都是要培养 那 就是说你要不间断 另外以后这个行业 不管哪个行业好像师傅都要写程式了 所以你可能就是说 你也没办法避免掉这一点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 也是很多以前 都是不需要写程式 但是现在他不写程式 就是没办法准时下班 他 会学想要写程式 是因为他想要提高工作效率 就是说他如果会 有没有 如果一销里面 他每天会一销 他如果会VBA的话 他根本两下就可以把事情 这样就会计 会计啊 对 这是一个是会计主任吧 苗栗的 他也常常打电话问我 他也会跟我分享他学习心得 他说 是这种功能太棒了 因为校长每次很急着 要跟我要什么预算啊 跟我要查一些什么 一些金额什么的 他说我以前都要弄半天 还没办法给他资料 急得要死 他说他现在两下就搞定了 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对 VBA 或者是说一些出纽分析表 结合VBA也可以 这样他其实工作起来 当然也不是说能够多一些薪水啦 反正至少他可以在工作上 第一个得到自信心 对第二个呢 他马上做完了他就没有事了嘛 对不对他可以再去研究啊 所以他有时候现在暑假嘛 他没事他就 他就开始看我的影片了 对远端就可以学习了 那他觉得学习蛮愉快的 这也是我觉得啦 工作只是一时的 我觉得有时候你还要想到 工作里面能不能 让你获得那种成就感吧 或者乐趣也是啦 对啊你上班就觉得很愉快很开心嘛 这不是很好吗 那你每次要上班的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一条龙 然后礼拜一就一条虫 明天又要上班了 就感觉很忧郁 对那如果每天感觉 礼拜管他哪一天 对上班就一种愉快的经验 不是好 而且像coding工作 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用打卡的 而且甚至 老板也不用管你在哪里上班 你在星巴克也可以啊 反正你远端你只要 做出东西来就OK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未来你想要有一个工作是有专业 然后又可以获得一定的信任跟尊重的话 然后呢你的酬劳又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不过前提就是 对不对 要做什么吧 对不对 就是你要 因为我一直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能耐 我还是交给有能耐的人吧 OK 如果有些课我真的不行 我就可以找其他老师 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硬着头皮硬上这个课 OK 当然我上这个课 我是希望真的能够给 给有一些 大家有一些收获 OK 那再来 所以呢 这边的话我们就是OS.work 这个应该有印象 OK 那其实它非常简单 所以那一行最好 如果可以记下来是最好 4 有没有 空一个三个东西 root drs 跟files 有没有 然后空一个in always.work 刮符后面就给路径就好了 然后回来的话 就有个files的一个串列 那你在针对这个串列做解析 就可以得到 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案了 OK 这个应该OK吧 也不用记太多 我尽量用比较大家听得懂的话 因为 那你想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其实你们也可以Google一下 真的Google到的东西 你在吐血 网路上面东西 太焦了 可是他写一大堆 好多都是垃圾 真的 后来发现其实最重要的那一行 但是有的人就不是 他就全部都写 写了好多 后来发现根本不用一行就好了 关键那一行就掌握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时候 网路上Google到的东西也许可以参考 但是有的时候像我的习惯就是会去无存经 最关键那一行就好了 OK 那你们慢慢也要能够有这种能力 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去Google别人东西 但是你要找到最佳的写法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 关键的地方就是再将O这个档案 分割为25个档案 那最后当然有同学很认真 他就是用s.phi 那个换行两个 然后后面我是有加2 不过同学说真的很认真去找到那个位置 其实后来好像加1也可以 应该是加1吧 还是加2 我昨天有讲过 他之前是智丸是空格 然后再来就是 BPA里面 OVB以前是从1开始 他不是从0开始 那我们这个用s.phi方法 他就是从0开始 所以找的位置可能你要记得要简易 然后那个phi方法 然后你可以网路上找找看 因为官网上面我会看一下 他其实写得非常的简单 而我是用以前的那种做过的经验 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所以就是变成说 我找到了下一个那个位置 那我就是把这一段呢 把它存一个档 再找下一个 又把这个区间的东西再存一个档 这样写应该还蛮精简的 城市大概没几行 四行就大概搞定了 其实我觉得 这应该已经是所有城市里面算最精简的 你看不到 应该 试过以前用其他的语言写的话 没办法写这么精简 前语言要写一大堆 所以这个回去可以再咀嚼一下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每一行每一行都是要点 还有就是那个字串的中瓜糊 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中央冒号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也是要记一下 因为以后呢 你们很容易又会需要什么 我需要某一个大的字串里面的某一小部分 也许这个叫切割自串 我要就是那一小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用我昨天讲的那个方法去把它实做出来 所以这个当然呢 昨天写的东西云端上都有 也许你可以找一下大概二十几页吧 昨天的东西 这边都有 在这里 将 奥再分割成二十五个 所以基本理论上应该这样的写法应该没有问题 OK 那可能比较关键就是这个中瓜糊 各位再把这个部分呢 试做看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 会再先看一下那个第四类好了 也许我们就是穿插一下 第四类里面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40 402这个 就是什么 不定回圈最小值 意思就是说 底下他输入这么多 比如说输入29Enter 100Enter 948Enter 一直到999Enter 他好像到999结束 4个9结束 那找出这个范围里面 哪一个值是最小的 OK 哪一个值最小 所以你要怎么办 输入 所以他输入一个Enter 你必须怎么办 把它append到一个串列里面 append append 然后呢 在里面找到最小的 最小不是mini吗 所以这一题其实还蛮容易的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一个input 让他不断输入 直到他为999 就 离开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写个 坏尾圈 坏尾什么呢 他input的这个值 他如果不等于999 那就append到那个串列里面 最后的话呢 你就输出 print的话 mini 把那个串列里面的最小的 有没有 mini括弧把串列最小的 就把它抓出来 得到负388 ok 试一下 那 后面切完给各位 那我们正知道考试题也是穿插 所以今天先讲第四类好了 ok 那下一次的话再讲第五类 反正就穿插 ok 至少有点像 那就是 给各位一些练习 请思考一下这一题 402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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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